这里是希腊和马其顿接壤的伊多麦尼难民营 你可以看到数千人挤在这里 其中许多人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月 他们说他们不会离开边界这里 说不定哪天就会重新开放 而且即使他们想返回家园也没有这笔钱 他们的生活条件吗 在我看来他们的条件实在是一种屈辱 正因为如此 我们向他们提供食物 衣服和医药等必需品 有些人说这里的条件还不如战乱中的叙利亚 美国之音莫多克希腊伊多麦尼报道